大天师话语回荡时 他的前方立刻虚无扭曲 露出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先是对监察使这个植物一惊 随后恭恭敬敬地低头 抱拳秤势 随后一晃 消失无影 而此刻 八十九区里 白小春还在愁眉不展 心里七上八下的患得患失 正绞尽脑汁 去琢磨一旦不妙 自己要如何才能逃走 越想越是紧张 实在没办法 就只能拼命逃走 好在那造化单我还可以吃几次 且有面具在 只要逃出一段距离 就可改变样子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春心神内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种等待结果的感觉 让他觉得 心头似乎长了草一样 那种抓心的感觉 让他口干舌燥 巨鬼王也不靠谱 他要真想救我 传送阵过来 我不就没事了白小春想给自己撞板 可眼下却没心情了 他偷眼 看向身前的红尘女 以及天空上的陈好松 身体悄悄后退 可就在他退后了几步的刹那 忽然的 陈好松与其身边的天空老者 神色一动 很快的 红尘女也目光一闪 三人陆续看去一个方向 白小春也隐隐察觉 一样看去时 立刻就看到 在不远处的空旷虚无中 此刻忽然扭曲 渐渐走出一个 穿着黑袍的模糊身影 在这身影出现的瞬间 就算是陈好松 与其身边的天空老者 也都神色肃然 红尘女也双眸收缩 至于那九位天侯 更是内心一颤 显然对于这模糊的黑袍身影 很是忌惮 白小春更是内心狂跳 一股强烈的不安之感 让她觉得心脏的跳动声 都成了咯噔咯噔的 仿佛下一秒就会停止跳动 就在这时 那模糊的黑袍身影 在那看不清的面孔内 其目光如金芒 在这四周一扫后 落在了白小春身上 你就是白浩 这声音带着阴寒 让白小春觉得 好似杀鸡降临 她本就紧张 此刻整个人如受惊的兔子般 瞬间就跳了起来 我不是白浩 第756集 我监察室 白小春的声音带着颤抖 在传出的刹那 她整个人就如同 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 瞬间就向着远处 急速窜了出去 那速度之快 让四周众人都愣了一下 没人能想到 这白小春居然在黑袍身影 到来后 竟直接逃走 就连黑袍身影 自己也都呆住 她实在不是 有心去吓唬白小春 而是她平时说话 就是那么阴森森的 给人一种满是杀鸡的感觉 甚至此刻她都没意识到 白小春逃跑的原因 是错觉了她的杀意 几乎在白小春逃窜的瞬间 陈好松目光一闪 一步走出 漠然追去 而红尘女面色变化 咬牙之下 竟起身阻挡陈好松 至于那九大天猴 此刻也都纷纷飞出 更有低吼回荡四方 白昊 你逃不掉 大天是要杀你 这天地间 你无处可逃 就连地面上那些 被白小春吸了生机的天骄们 此刻也都激动无比 纷纷大笑起来 周红更是振奋 只觉得苍天有眼 看向逃顿的白小春时 她心中快味无比 白昊 你今天必死无疑 眼看这四周就要大乱 那黑袍身影 也都吸了口气 速度瞬间爆发 刹那就穿梭虚无一般 竟然超越了陈好松 直接就出现在了远处 正完命逃顿的白小春面前 白昊 你干什么 眨眼间 这黑袍身影 就出现在了白小春的前方 刚一出现 她带着怒意的低吼 就传遍四方 白小春都快要哭了 她此刻也看出来了 这家伙 居然也是一个天人 该死的 怎么天人一下子这么多了 白小春眼睛顿时就红了 此刻只觉得生死危机 大吼中肉身速度 刹那爆发 改变方向 骤然及时 眼看白小春那里 还在逃顿 黑袍身影 此刻也反应过来 这是把她给吓坏了呀 顿时就哭笑不得 没理会急速逃去的白小春 她站在原地 直接就沙哑地开口 传大天师法指 这黑袍身影 看不清面孔 她站在那里 声音回荡四方 任命白号为奎皇城监察使 掌千俊 这是她这辈子 用得最快的速度 宣布的法指 换了其他时候 她言辞都是阴森缓慢 会给人无形压力 甚至有种如轩天威的感觉 可眼下 她只能苦笑连连 加快了速度 这话语一出 四周沙纳就安静下来 追击白小春的那些天猴 一个个都睁大了眼 甚至隐隐觉得 似乎自己听错了 监察使 陈好松被红尘女阻挡了一下 此刻正要 继续追击白小春 听到黑袍身影的话语后 她脚步瞬间停顿 更是猛地回头 看向那黑袍身影 脸上露出无法置信 其旁的天公老者 也是目光一闪 若有所思 至于红尘女 也都愣住了 只觉得这一切 太过匪夷所思 原本她的想法 是大天师会 看在巨鬼王那里的面子 下令让白小春 却没想到 大天师居然晋升 白小春为监察使 这监察使的身份 非同小可 网大了说 那是监察魁皇朝 所有权贵 权力之大 足以让人言之畏惧 在这之前 只有当初大天师崛起时 安排过一个人担任过 再为百年 掀起无数心风血雨 杀戮之人众多 震慑满朝权贵 至今都令人心有余悸 到了最后 大天师眼看朝堂安稳 这才撤下了那位监察使 让其跟随身边 成为了大天师的家臣 而此人就是眼前 这个黑袍身影 在他之后 这监察使的位置 始终是空的 直至眼下 白小春竟被认命 还有那些来自 各个家族的强者 以及那地面上 一个个凄惨无比的天骄们 全部都彻底傻眼 有的之前的表情 还将在脸上 甚至有人都失声惊呼 这这怎么可能啊 监察使掌千军 不要说其他人了 就算是此刻 还在急速逃顿的 白小春自己 也都在听到后 脚步不由地顿了一下 慢慢停了下来 睁大了眼 目瞪口呆 完全猛了 啊 白小春呆愣愣的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但没事 反而似乎是升官了 这白小春一时脑子 还没转过弯来 还有些不敢相信 注意到四周 没人追自己后 他小心翼翼地回头 看向远处那黑袍身影 发现这黑袍身影 也在看向自己时 白小春迟疑了一下 指了指自己 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我是监察使 那黑袍身影 古怪地看着白小春 有些头痛 他忽然觉得 这一次 大天师是不是 下错了法指啊 这么一个家伙 怎么可能成为 那让满朝权贵 都畏惧的监察使呢 可他不敢去 质疑大天师的法指 此刻只能 心底一探地点了点头 你如果是白浩的话 那么就是你了 不过 我倒是很想问问你 你刚才跑什么 行虚 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白小春眨了眨眼 确定了这件事后 他整个人如做梦一样 有些迷糊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深吸口气后 他小秀一甩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这个课 白某自然知道 大天师对我的看重 我之所以跑 就是因为想要看看 到底有谁 在大天师的法指下达前 要对我进行最后的灭杀 此刻的白小春 整个人一扫之前的惶恐不安 更没有了半点愁容 反倒是一身正气 兼具肃杀之意 刹那间 就从其身上出现 哼哼 你们之前的表现 白某可是都看在眼里了 白小春抬着头 目光在四周 众人身上一扫 还有你们 方才一个个都很激动啊 白某都看到了 随后他又看向地面上 周虹等人 深吸口气后 他脸上的肃然与正气 此刻极为明显 还有子墨 今天白某谢谢你来帮我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是个好女人 白小春又看向红尘女 她心底的确感谢 可琢磨着 自己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于是学着大人物的样子 继续抬着下巴 红尘女面色难看 琢磨着什么叫做好女人 她险些没控制住脾气 此刻咬牙哼了一声 这一幕的转换 令陈好松面色难看 四周那九个天猴 也都纷纷发出了 至于地面上的周虹等人 则是内心狂骂起来 纷纷觉得这白小春无耻 方才明明就是 吓得如踩了尾巴的兔子一样逃顿 可如今知道自己是监察使后 竟颠倒乾坤 说其谎话来 一本正经 黑袍身影再次认识到了白小春 此刻内心都生起无力感 也懒得去理会白小春的那些话语 淡淡开口 行了 随我去见大天师 说着 他转身就走 实在是不愿在这里多留 一想到今天的乌龙 他就只能叹息的同时 有种荒诞的感觉 白小春也终于放下心来 知道自己这一次 是真的化险为夷了 实在是这些天人要杀自己 没必要转这么大的弯 我居然成为了监察使白小春 看起来肃然铁血 可实际上 他此刻小心脏 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 根本就缓不下来 在肚子里腹肥一番 他深吸口气 抬着头 趾高气扬 大摇大摆地跟随在黑袍身影的身后 向着皇宫飞去 地面上 众人沉默 不管心中多么地恍惚与郁闷 也只能相继散去 那些家族来人 纷纷将自家的天骄带走 很快的 此地终于平静下来 至于周红 则是被人扶起后 他虚弱地急速安排 让人立刻送他回九幽城 他不敢在这奎黄城待着了 实在是一想到白小春这一次 居然都不死 甚至被任命为监察使 他就真的怕了 第757集 你敢不敢 连续两次 都被弄得生机只剩下一丝 且这白小春不但没事 反倒风生水起 节节攀高 如今更是入了大天师的法眼 竟被任命为 那传说中可怕无比的监察使 不但是周红害怕 所有的权贵天骄 就算是他们的家族 此刻也都全部心神震慌 这原本在他们眼中的 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了让他们必须要在意 也必须要关注的存在 这转变太大 让很多人都一时之间无法接受 但很快的 随着此事的传开 那些权贵中的老狐狸们 也都从这件事情上 品出了大天师的思绪 天要红了 不知是谁 第一个这么开口 很快的 这句话 就在奎黄城的权贵中 慢慢传开 甚至灵灵王 也都在听到这件事情后 沉默了许久 居然不再对自己的女儿 许珊禁足 还有九幽王 在周虹回来后 虽将其救治 可却极为严厉 限制他不可离开九幽城半步 而这消息 也很快就被巨鬼王知晓 他在听到这件事情后 坐在王椅上许久许久 面色不断地变化 最终轻叹一声 天师要人 我能不给你们伴上 巨鬼王摇头 目中也有一些复杂 还有红尘女 也在回到了巨鬼军团后 琢磨今天的事情 有了自己的结论与答案 可以说 整个魁皇朝 因大天师的这一次任命 顿时就形成了无数的暗流 甚至在皇宫深处 一间看似富丽堂皇的大殿中 坐在皇椅上 穿着地袍的当代魁皇 也都在知道了这个任命后 身体僵了一下 双手死死地 捏住扶手上的龙头 而此刻 在这消息传遍四方时 白小纯正跟在黑袍身影的身后 不再大摇大摆 而是小心翼翼地 去向皇宫 实在是他的惊喜已过 此刻泛起的 是对那大天师的忌惮 而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一路上 那黑袍身影 虽看不清面孔 可白小纯却感受到了 对方身上的肃杀与阴森 这感觉 让他觉得心下有些压抑 琢磨着自己 要不要说说话 缓和一下气氛时 那黑袍身影 似能看出白小纯的想法 直接冷哼一声 从现在开始 直至大天师召见 你都给我闭嘴 这话语很不客气 白小纯立刻就内心不悦 琢磨着自己现在 可是监察使 可以想到对方是天人 且还是大天师身边的 亲信之人 于是他默默告诉自己 现在要战略性的示弱 可不是自己真的怕了对方 这才内心哼了一声 这看不清脸的家伙 他是故意坑我 他之前宣发指示 那一副杀机弥漫的样子 这明显 是吓唬我白小纯想到这里 更是生气 可他知道分寸 不露出嘶吼 随着黑袍身影 渐渐到了皇宫 这皇宫太大 如同仙境一般 可白小纯去没心情仔细看 只是暗中牢记路线 不多时 就随着黑袍身影 在这皇宫中 来到了一处大殿的门前 这大殿看起来很寻常 没有什么奢华的装饰 反倒很是古朴 散发出阵阵岁月的气息 大殿外的广场上 放着一尊顶 有一些燃香鸟鸟飘声 至于四周 白小纯看不到丝毫身影 仿佛这里是 无人到来的空旷之地 在这里等着 黑袍身影交代了一句 向前走出时 身影消失 看了看那大殿关闭的大门 安静地站在那里 默默等待时 他隐隐感觉 这大殿如同是一群凶兽 此刻似乎证明是自己 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 说不紧张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他一寻色 还是认为自己这一次应该是无碍 如果真的要对自己不利 也不会这么麻烦 在这魁皇城 大天狮若是想要抓自己 实在是太容易了 在这等待时 白小纯也在琢磨 自己该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这大天狮 拍马屁似乎不太好 巨鬼王吃这套 可这大天狮我不了解 他一会见我时 是会威严呢 还是会呵斥呢 白小纯有些发愁 在这里思索时 忽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似乎有一道目光 从上方落在了自己身上 他忍不住抬头 一眼就看到 在那上方的云层中 一个硕大的龙头 正垂下 龙幕内带着某种好奇的神色 正看着自己 与此同时 一股威压也随之降临 这威压给白小纯的感觉 超出了陈好松 让他瞬间就意识到此龙 怕是堪比半神 这条龙 白小纯当初刚来奎黄城时 曾遥遥地看到 可那时距离很远 但眼下 这皇宫本就在半空中 如此一来 这龙头距离白小纯这里 不到百丈的距离 使得白小纯清晰无比的 甚至都看到了 那龙头上的每一处鳞片 这么近的距离 白小纯有些惶惶 于是赶紧脸上露出善意 抬起手 向着那条龙打了个招呼 你好啊 白小纯话语刚出 那瘦大的龙目呢 忽然惊芒一闪 眨眼间 白小纯只觉得狂风扑面 吓一瞬 这条龙的龙头 进大范围的垂下 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距离他这里 不到半丈 白小纯倒吸口气 吓了一跳 看着眼前这庞然大雾 他甚至都感受到了 这条龙的呼吸 此刻心底颤抖时 此龙似乎在白小纯身上 闻了闻 目中的好奇 更为强烈 白小纯都快要哭了 小心翼翼地向后挪着 可他挪一步 这龙头就靠近一步 到了最后 白小纯头皮发麻 只能挤出善意的表情 想要说些什么时 忽然的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那大殿内悠悠传来 他很喜欢你 白小纯心头一惊 侧头看去时 发现那大殿的门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 透过此门 可以看到在这大殿深处 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 整个人如同一尊神 当目光落在他身上时 似乎可以让人忽略四周的一切 又仿佛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 当看到这老者时 一切都成为了光明 这种感觉 让白小纯 呼吸为之凝质 内心一颤 眼前之人 正是他记忆里 那位当初投影到了 逆河宗的陈漫瑶的师尊 甚至哪怕他没在之前 见过此人 眼下也都能意识到 对方就是大天师 于是立刻就抱拳 郑重一拜 卑职白号 拜见大天师 进来吧 大天师微微一笑 没有如白小纯之前想象时的威严 反倒如寻常的老人一样 甚至在这一笑之后 他身上的那种如神般的感觉 也都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这就与巨鬼王不一样了 白小纯内心忐忑 快速思索 自己该摆出什么姿态时 也立刻走入大殿内 随着他的进去 那条龙也收回了目光 带着一丝疑惑 缓缓地回到了云层中 大殿内 白小纯如临深渊 他的紧张已到了极致 可心中还没想好用什么姿态 准备见机行事 只能随机应变了 可大天师根本就没去 在意白小纯身上的气质 而是坐在那里 目光在白小纯身上一扫后 沙哑地开口 让你来 是问你一句话 你敢不敢去查一下 满朝权贵中 到底谁打扰了魁皇的清修 这句话他说得很慢 但却隐隐有一种射人的气势 融入整个大殿 形成了一种莫名的压迫 降临在白小纯身上 白小纯眨眨了眨眼 一听时这事 他立刻就心底有些激动 想到自己可以去报仇 查满朝文武 到时候自己说的算 说谁勾结魁皇 谁就勾结 不是也是 届时必然无人敢惹 于是神情振奋 没有半点迟疑 狠狠一拍胸口 大声说道 大天师莫要问我敢不敢 只要是大天师开口 我白号什么都敢 别说是查那些权贵了 就算是去扎魁皇 我都敢 这番话 白小纯说得慷慨激昂 胸口更是拍得怦怦直响 这一幕 让大天师神色有些怪异中 透着一丝细血 看了白小纯一眼 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不怕 那个魁皇什么修为 白小纯迟疑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谨慎问道 第758集 难道此地闹鬼 天人 大天师对我恩仲如山 我这条命 就是大天师给的 若没有大天师 我白号此刻说不定都已经葬身黄泉 区区天人 虽肯捏死我 但我白号岂能向恶势力低头 况且 大天师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这么忠心耿耿的小孩子受欺负的 是不是 白小纯心底一松 继续拍着胸口说道 顺便把对付巨鬼王的那一套 丢过去部分探探路子 他不在乎什么魁皇 也不在乎得罪满朝文武权贵 之前的事情 已经把该得罪的都得罪完了 至于自己的后路 他更是放心 琢磨着自己 不管在这蛮荒做了什么 只要修为一道 就赶紧跑路 到时候 谁想要找自己 就跨越长城来通天河吧 想到这里 白小纯内心更是安稳 越发觉得 这大天师顺眼 给了自己这么个职务 想着自己身为监察使 权力之大 让他心中更为雀跃 琢磨着这样的好天师不多啊 自己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再多拍拍马屁呢 大天师的神色越发古怪 他之前听说过 白好在巨鬼城的样子 此刻亲眼看到后 觉得传言有误 这家伙何止是溜须拍马 简直是已到了剑缝插针 无孔不入的程度 但不管如何 白小纯的回答 大天师还是满意的 脸上渐渐露出笑容 那笑容带着高深莫测 似能看透白小纯的内心 去吧 会有人带你 去监察府 那里就是你未来的居所 大天师淡淡开口 袖子抬起一挥 立刻白小纯四周瞬间变化 清晰时 一到了皇宫外 那黑袍身影 就在他的身前 对于白小纯的突然出现 没有任何意外 转身就走 白小纯一愣 此刻眼看大天师袖子一甩 自己就换了地方 对于这种手段也有惊讶 最关键的是 自己还有刚堆叠好的 大把的话语没说完呢 算了 下次去的时候再拍吧 一次性拍完 把这个大天师喂饱了 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拍了 白小纯身以为然 看向远处的黑袍身影 傲然抬头 大摇大摆地跟随而去 在白小纯这里 随着黑袍身影远去时 皇宫天师殿内 大天师的目光 看向皇宫深处 目中露出幽芒 蕴寒一抹深邃 流淌着皇族血脉的这一代 葵黄末非是平静了太久 你又何必让血雨 重新降临葵黄城内 大天师摇头 目光收回 慢慢闭上眼 监察府并非是在上方的皇城 而是在下方的城池中 处于中心的区域 准确地说是在第四区 在黑袍身影的带路下 不多时 白小纯就离开了云端的皇城 一路急事中 渐渐地 他看到了在那第四区的 一座森然的府邸 这府邸不小 位于闹市 可偏偏 他四周的所有街道 没有任何行人靠近 都是绕开 仿佛这里存在了莫大的恐怖 让他们连接近都不愿 远远看去 这府邸通体黑色 森然阴冷的气息 极为浓郁 仿佛是一尊趴扶在那里的绝世凶兽 给人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白小纯看到后 也都心惊之下吸了口气 他立刻就看出 此地弥漫了强烈的因死之意 显然在这里 上演过多次杀戮 使得此地的虚无 都被阴森沾染 长久不散 从外表看 这监察府与凡俗中的衙门有些相似 可也不大一样 在这府邸的门前 竖着两个巨大的雕像 这两个雕像都穿着黑色铠甲 散发出强悍的波动 虽是雕像 可墓中却有灵动 似守护着府邸的同时 也在注意靠近之人 对于黑袍身影与白小纯的到来 这两个雕像目光一扫 就重新收回 不再关注 白小纯对于这监察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两个雕像他虽看不出太多 但却感受到了 其身上散出的波动 居然堪比天人 堪比天人的雕像 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 觉得自己这次转了 若非那黑袍身影在 他都想上去摸一摸 监察府的大门也是黑色的 只开了一半 通过这半开的大门 可以看到 里面虽轻蚌露 有一处触阁楼庭院 可却看不到 哪怕半个身影 直至黑袍身影 带着白小纯 走入这府邸内 依旧是四周一片寂静 白小纯四下打量一番 他心底不知为何 总是感觉在这 阴森与恐怖的监察府内 似乎太过安静了 这里 就是监察府 白号 你好自为之 黑袍身影四带着回忆 目光在这四周扫过 半晌之后 扔给了白小纯 一枚黑色的令牌 白小纯接过令牌 张开口正要问些什么 可那黑袍身影 转身一晃 消失无影 使得此地 在这一刻 就只剩下了白小纯一个人 白小纯睁大了眼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令牌 挠了挠头 白小纯很是不满 觉得自己这么高的身份 这黑袍身影 竟如此怠慢 不过考虑到 对方是大天师的身边人 这才轻哼一声 罢了罢了 看在好天师的份上 就不与他计较了 白小纯拿着令牌 看向四周 神石也都散开 可却发现 此地对于神石 竟存在了压制 使得他的神石 在这里的范围 也都被压缩了九成之多 这监察府 怎么这么诡异 白小纯有些紧张了 神石融入这令牌内 却立刻发现 这令牌需要练化 且材质特殊 就算是以白小纯的修为 练化速度也都不快 看其样子 至少需要十个时辰 才能将其彻底练化成功 迟疑中 白小纯想了想 四下喊了几句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白小纯一边喊着 一边向前走去 可直至在这府邸内走了一半 也都没有看到丝毫身影 这就让白小纯诧异的同时 也都觉得不对劲 此地不可能一个人没有啊 白小纯沉吟中 神石全力散开 一晃加速前行 直至快要到了黄昏时 他终于将这偌大的监察府 全部都查找了一圈 包括里面每一个大殿 每一处居所 可任凭他找了所有 也都没有在这里 看到除了自己外第二个人 这就让白小纯心惊了 觉得此地的诡异程度 匪夷所思 不会是整个监察府 就我一个监察使吧 白小纯吸了口气 觉得不可思议 可偏偏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此地除了自己之外 还存在了不少的气息 只是这些气息似有若无的同时 又仿佛处于生与死之间 让他根本就寻找不到 难道此地闹鬼 白小纯猛然见一个机灵 想起了葵黄藏宫 刹那间 汗毛耸立 面色都变了 猛地回头 看向身后 发现身后没有人脸 也没有指人时 他才松了口气 眼看天色渐晚 这府邸也渐渐漆黑 那银子的感觉更为强烈 白小纯心慌 想要离开这里 可却心惊地发现 自己进出不去 此地竟有无形的禁止 封锁一切 白小纯这次真的恐惧了 他越来越觉得 这监察府不对劲 尝试之后发现 依旧无法出去 白小纯赶紧找了一处阁楼 推开大门 看着四周空旷 可却没有丝毫尘途地摆设后 他紧张兮兮地坐了下来 看来只有将这令牌练化后 才能知道 这监察府内 到底有什么秘密了 白小纯低头看了眼令牌 此刻这令牌 他已经练化了三成 此刻狠狠一咬牙 他立刻修为竞数运转 全力去练化 要快点啊 我有种不妙的感觉 这里一旦到了夜里 怕是真的会闹鬼啊 白小纯哆嗦中 不由得对那 带着自己来此的黑袍身影 越发不满 琢磨着这个破令牌 练化起来怎么这么难 可却没办法 只能完命尽快练化 第759集 我们是自己人 天色越来越黑 渐渐地 在白小纯这里 完命练化令牌时 已到了深夜 四周死寂一片 没有半点声音传来 安静地仿佛一根 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都可以听到 在这极致的镜中 白小纯的心里 越来越发毛 呼吸都不在平纹 有些急促 用最快的速度 去练化令牌 可就在深夜到来后不久 突然的 在这练化令牌的白小纯 猛然间就听到 自己所在的这阁楼外 竟传来了脚步声 砰砰 砰砰这脚步声 与心跳的声音很相似 可白小纯能确定 这就是脚步声 但偏偏 她的神识散开后 没有在外面看到丝毫身影 这就让白小纯头皮一眨 真的真的闹鬼啊 白小纯都快哭了 她这辈子除了怕死 就是怕鬼了 哪怕都是天道原因了 还是无法彻底改掉这个毛病 此刻连忙从储物袋里 掏出一大把符文 赶紧贴在了身上 这些符文 都是她当初在 逆河宗石留下的 曾经在那魁黄藏宫内 起到过一点点作用 此刻也都不在乎 什么暴露不暴露了 况且 还有面具遮掩之力 大把的贴好后 她依旧心惊胆战 一边快苏联画令牌 一边小眼睛不断地看向四周 生怕突然看到了一张人脸 我是监察使啊 这里是监察府 怎么会这样不应该啊 白小纯这里紧张时 忽然的 外面的脚步声 竟越来越多 仿佛在这阁楼外 有千军万马一般 这就让白小纯更抓狂了 这么多鬼白小纯 面色煞白 正心惊实 她的阁楼外 居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这声音很有规律 不断地敲动时 白小纯整个人都快要跳起来了 她喘息急促 身体颤抖着 死死地望着大门 许久之后 那敲门声才消失 门外的脚步声 虽再次传来 可却给人感觉 似乎那千军万马 已经远去 又等了好久 确定外面没声音后 白小纯擦去一把冷汗 她觉得有些丢人 琢磨着自己这么厉害的修士 且在这蛮荒身为恋魂师 恋火的时候 融入的冤魂多了 眼下居然被鬼给欺负了 这就让她心底有些鄙视自己 有什么的 白爷爷我会怕鬼 我不出去 那是还没炼化完令牌 担心引起一些误会 白小纯想到这里 立刻就不觉得自己丢人了 正要继续炼化时 突然的 这阁楼的大门 传来一声轰鸣巨响 竟直接地被一股大力 从外面漠然轰开 随着大门的敞开 一股音风瞬间扑面 吓得白小纯尖叫一声 全身修为全面爆发 身体更是急速退后 口中大吼 我是监察使 我们是自己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 白小纯的吼声起到了作用 那敞开的大门外 虽一片漆黑 可还是能隐隐看到 没有丝毫身影 很是空旷 白小纯额头冒汗 气息都有些紊乱了 顺着敞开的大门 看向外面 夜里的葵黄城 在白小纯的记忆里 依旧是喧闹的 八十九区都如此 更不用说 这处于中心区域的第四区了 要知道此地的四周 在白天时可都是闹事 但诡异地在这夜里 哪怕大门敞开了 可白小纯还是没有听到 在夜里远处时 骇然地发现 远处那白天里热闹的街头 如今也都漆黑一片 显然 这附近的所谓闹事 都很清楚这里的情况 在夜里时 都选择了熄火以及安静 这里到底 是什么鬼地方 白小纯牙齿颤抖 右手掐绝一指 将那大门摇摇地关闭后 他警惕地看着四周 神石不断地散开 没有任何发现后 他忽然一拍储物带 一座魂塔出现后 白号魂从旗内飞出 徒儿 你是鬼羞 快帮威师看看 这四周有没有你的同类 白小纯赶紧开口 白号魂刚出来 还有些发猛 迟疑地看了看四周后 又闭目感受一番 随后皱起眉头 露出狐疑 师尊 这四周没有如我这样 有神志的鬼魂不过 这里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似乎是处于生与死之间 特殊区域 说不清晰 甚至在我感受中 此地白号魂看向白小纯 后面的那句话 正要开口时 发现自己的师尊面色苍白 一副惊恐的样子 于是忍不住问道 师尊 你怎么了 哈哈 没什么 我一师一点都不害怕 你继续说 白小纯舔了舔嘴唇 她觉得自己 不能在徒儿面前 露出恐惧的样子 于是一拍胸口 哈哈笑道 师尊我没说 你害怕呀 白号魂迟疑地说道 啊 哈哈 不说这个了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 此地怎么了 白小纯心虚地打了的哈哈 赶紧避开话题 白号魂古怪地 看了看白小纯 这才继续开口 此地在我感觉 似乎不是空旷的 而是遍地都是身影 似乎藏着大量身影 白号魂的这一句话 直接就让白小纯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立刻看向左右 可却什么也都没看到 师尊那个 你是不是害怕了 白号魂看向白小纯 心底那种古怪的感觉更强烈 又觉得有些好笑 她还是首次看到自己这师尊 如此惊慌的样子 要知道师尊面对那数百天礁石 也都没这样 白小纯心头已经开始哀嚎了 可听到自己 这徒弟的话语后 却深吸口气 眼睛一瞪 胡说 我会怕 我什么都不怕 白小纯大声开口 说完后 她又扯开了话题 将白号魂拉在身边 白小纯一边练花令牌 一边与白号聊天 徒儿 最近感觉怎么样 那个十八色火如何了 徒儿 我们的铺子是回不去了 我们得琢磨个新的办法来转魂啊 白小纯不断地找着话题 白号魂虽面色古怪 可却依旧回应 只是说着说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小纯也都找不到话题了 索性将面见大天师的一幕 也说给了白号魂去听 白号魂听到这一幕后 他神色立刻肃然起来 当时在皇宫里 他不敢露出丝毫波动 也就无法察觉 白小纯在大天师面前的表现 去查谁与奎皇联系 白号魂也都心惊 立刻意识到 师尊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 师尊 此事非同小可 大天师之所以不但没有顺重人之意来 灭杀我们 甚至还任命师尊 你为监察使者 显然是看到你得罪了这么多人 所以要让你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刀 白号魂目中露出睿智之色 立刻分析道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实在是为师太优秀了 白小纯眉毛一挑 说起此事来 他一时之间也忽略了此地的阴森 不过却没忘记 面具之力的遮盖 将这四周防密不断 师尊 这件事或许对我们来说 是个机会 一切的重点 都是在大天师的态度上 他既然是因你得罪了所有人 而更看重 那么他就希望手中的这把刀 更锋利 所以 师尊你以后得罪的人越多 我们就越安全 白号魂此刻脑海不断运转 依靠他的智慧 去帮白小纯将这件事情 看得更清晰 对于白号魂的聪明 从当初孙一凡与司马涛的事件上 白小纯就已经看出了很多 此刻文言 深以为然 点了点头 眼看自己的想法 得到了师尊的认可 白号魂也很开心 他目中闪动着奇异光芒 脑海快速转动 忽然双目一凝 低头靠近了白小纯 轻声开口 师尊 我隐约猜出了大天师的心思 他必定先平定内部隐患 随后削弱各方诸侯平定内部隐患 我暂时还没有计策 不过削弱各方诸侯 我却有一计适当时候去用 可让满朝权贵的家族内部崩溃 既为师尊立功 又解大天师心结 让其安心 白号低声 说着他的计策 这也太狠了吧 白小纯听了后 睁大了眼 倒吸口气 师尊 这条船 我们既然上了 就要做到底 白号沉声道 第七百六十集监察抵运 此事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做好我这个监察室 白小纯沉吟 白号的计策在他看来 极为很辣 让他有些迟疑 不过此计需要在适当的时候去用 眼下倒也不急 师尊 我们也要开始暗中布置 以防秒尽攻藏之事 白号看了白小纯一眼 再次慎重开口 放心 此事为师有惊艳 白小纯哈哈一笑 他不这么说还好 一这么说 白号立刻有种不妙的感觉 只是看师尊这么自信 他也实在不好说些什么 只能苦思冥想了不少办法 不断与白小纯沟通 一夜就这样过去 四周的诡异之事 倒也没有继续发生 而白小纯在这沟通中 对于令牌的恋化 也没有停止 清晨时 白小纯外出一趟 发现那静止还在 自己依旧 无法走出这监察府时 他已经完全确定 只有恋化了令牌 才可掌握这些禁止 于是继续恋化 很快的 在这第二天黄昏即将降临时 白小纯终于将那令牌 彻底地恋化了 用了近13个时辰 比预计耗费的时间还要长 在这令牌被恋化的刹那 白小纯深吸口气 看着快要黄昏的天色 他神识默然融入令牌内 脑海直接就传来 如天雷般的轰鸣 在这轰鸣中 他的神识 与这令牌融合到了一起 近在他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整个监察府 全部景象 在看到这景象的瞬间 白小纯睁大了眼 整个人身体狂震 更是倒吸口气 甚至以他的定力 也都惊呼失声 这是这是 他的脑海里 监察府如同被缩小的 无数倍 清晰无比 他竟是修建在 一口口光果上 可以说 整个监察府的地底 都是光果 那光果之多 密密麻麻层层叠压 一共九层 足有十万以上 且每一个光果内 都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而越是向下 光果就越绍的同时 散出的波动 也就越是 让白小纯心惊 尤其是在最下方的 第九层 只有一口光果 可其内散出的气息 让白小纯通过 纳玉剪感受到了后 都傻眼了 那赫然是半神的气息 天哪 白小纯胸膛 急速起伏 他更是发现 这所谓的身份令牌 实际上就是一个法器 操控着十万光果的法器 他甚至有种清晰的感觉 只要自己一个念头 就可让这十万光果 同时开启 使得其内存在的尸骸 睁开眼 遵从自己的全部命令 这就是监察府吗 白小纯整个人都有些梦了 好办上 他才收回神时 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黑色令牌 他不相信这是主令牌 他明白 大天师不可能将 这么一股惊天动地的力量 完全地交给自己 这应该是 紫牌真正的主令牌 是在大天师的手中 他可以随时让 监察府下的这股势力 改换门庭 不过这也没什么 只要我不是与大天师作对 我就能用这股势力 那就足以了 白小纯激动振奋不已 他调整呼吸后 立刻神识再次融入令牌内 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 埋葬光果的地方 猛地一宁 苏醒 白小纯的意识刚一波动 立刻他锁在阁楼的大门外 那片侵蚀地面上 突然震动 眨眼间 地面碎裂 一口充满了沧桑气息的黑铁光果 直接飞出 轰的一声树着落在地面上时 那光果的盖子 更是直接被一股大力 从内部猛地推开 随着光果盖子掉落 一股死亡的气息 带着腐朽 扩散四方 在那光果内 赫然走出了一个 穿着黑色铠甲 带着黑色面具 全身上下 散发出 阵阵无法形容的煞气的大汗 这煞气之强 似曾经杀戮无数 让白小纯 也都面色变化 他缓缓走出 直至到了白小纯的面前时 慢慢抬起头 其怒中露出赤色的光芒 一股原因大圆满的波动 赫然在这黑甲识魁身上 清晰扩散 他看了白小纯一眼 似牢牢记住了 白小纯的气息后 这才低头 砰的一声 竟半跪在了白小纯的面前 拜见大人 嗡嗡的声音 从其口中传出 低沉中蕴含了 无上的尊敬之意 白小纯神情一宁 目中露出强烈的神采 白浩魂也是吃了一惊 这监察府 竟藏着如此抵御 白小纯拿着令牌 机动中神石在内 不断地凝聚 向着一口又一口光果 传出了苏醒的意志 很快的 整个监察府内 大地轰鸣 一口又一口光果 陆续飞出 眨眼间 就足有上千口之多 全部降临后 那些光果的盖子都被推开 走出了一个又一个 气息一样的黑甲大汗 这些人中 最弱的也是原因中期 最强的 则是两位半步天人 他们的出现 煞气惊天动地 影响了此刻的风云变幻 四周似乎隐隐间 还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回绕 而这 也仅仅是监察府地下 众多光果中的 微不足道的小部分而已 白小纯想要召唤更多时 却发现 这令牌也不是万能 存在了一些限制 似乎最多 也就召唤出一千而已 且只能召唤前七层 而在第八层中 有十口光果 上面散出的气息 那是天然的波动 可却明显无魂 只是肉身之力 千人也可以了 白小纯没有因此气馁 此刻欣喜无比 看着那一千个黑甲大汗 他哈哈大笑起来 那种感觉 似重新回到了长城 一指之下 千军其出 这要是前几天 那些人再来惹我 我都不用说话 一挥手 就可让那些人全部趴下 白小纯兴奋中 信心也无限生气 对比之后 他觉得 大天师果然比巨鬼王 靠谱好多 巨鬼王给的赏赐 都是虚的 可这大天师 出手就是千军 除这千军外 白小纯还在那黑色令牌内 找到了另外的用法 他发现这令牌里 竟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罗万象 覆盖了整个蛮荒 以及魁皇城内的所有权贵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 时刻盯着所有人 将他们身上 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都汇聚在这令牌中 使得掌握这令牌之人 一扫之下 就可以知晓 天下几乎所有秘闻 这就让白小纯 骇然心惊不已 他立刻就从这些消息里查出 当日那数百人 之所以围攻自己 是因有人造谣 推波助澜之下 才引起了众目 出现了围杀之事 而那造谣的罪魁祸首 其中 周红竟只是一个影子 湖内白小纯生情之人 都在这里面 起到了一些作用 而这些都是表面 在这件事情的背后 赫然存在了 两个皇宅的痕迹 白小纯立刻就目了 这些事情 他之前知晓得不具体 眼下才算真正清晰 尤其是白小纯 想起周红身边 那个拿着罗盘的青年 于是立刻通过令牌 去查找 很快的 他就对上了号 那罗盘青年 赫然是大皇子 麾下的克卿之一 其人太甚 白小纯咬牙切齿间 想起大天师 给自己的任务 又想起这些权贵 对自己的杀鸡 他目中也露出寒忙 世尊 此事要忍一下才好 若是因此 坏了大天师的事情 我们就被动了 白浩魂在白小纯身边 眼看白小纯四怒急 连忙问寻 知道了答案后 他想了想 劝说道 此事不能忍 这两件事是一件事 反正大天师也不知道 谁心向葵煌 也没告诉我 谁不能去查 白小纯一白手 他眼下大拳在握 背后又有大天师 可以说是小命安全得很 依他的性格 自然是要去报仇 不过白小纯也明白 自己虽有大天师的法旨 权力不小 可还是需要有一些证据 这样的话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他都不会被动 证据难找 可这是对别人而言 白小纯一想到证据这两个字 他的脑海里 就立刻浮现出了 巨鬼城的黑牢内 那些重犯心里 藏着的包罗万象的秘密 走 我们去葵煌城的大牢 白小纯傲然开口 带着白浩魂飞出 心面一动 立刻那一千黑甲大汉 护拥白小纯直奔远处 如今虽是黄昏 可葵煌城内的热闹繁华 还远远没有消散 街头行人众多 而白小纯带着上千黑甲大汉 一群人气势汹汹 所过之处 如阴风扫过 气焰嚣张的同时 那些黑甲大汉身上的死亡之意 以及那惊天的煞气 立刻就让所有看到之人 全部心头一震 那些是什么人好重的煞气 这不是白浩吗 他身后的那些黑甲浑修 怎么一个个看起来 充满了惊人的死意 议论之声 顿时四起 白小纯振奋得意 感受着无数 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整个人意气风发 大有一种 千军在手 谁敢惹我的感慨 第761集 你们认识我 与此同时 在之前大天师任命 白小纯为监察使的时候 魁煌城内 就有不少有心人的目光 锁定在了这第四区的监察府上 时刻关注 当知晓了白小纯 带着千军出现后 那上千黑甲大汉的身影 让几乎所有关注之人 在看到后 都内心震步 甚至有不少人 直接冷气到西 他们的脑海里 都浮现了一个传说中 曾经在魁煌城内 掀起了心风血雨 杀得血流成河的的称呼 尸魁血君 那就是曾经掀起过 血腥七月的尸魁血君 这一刻 无数的目光 都凝聚在白小纯 以及其身后的 上千黑甲尸魁血君上 整个魁煌城的所有权贵 都心神动荡 他们不害怕白小纯 他们畏惧的是 这尸魁君 更是恐惧尸魁君的背后 存在的大天师 有关尸魁君的传闻有很多 有人说 这是从三代魁煌开始 就已经存在的神秘军团 代代都是掌握在魁煌手中 可在如今的这一代魁煌时 这支军团 却落入到了大天师的手中 被其掌控 还有人说 在大天师前 世间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尸魁军团 这个军团完全就是 大天师创造出来 以当年所有反对 他的权贵尸体 炼制出的一支无敌军团 种种传闻 说什么的都有 可无论哪一种说法 都与大天师有关 而此刻 随着这支消失了许久的军团 再次出现在了魁煌城的权贵眼中后 他们的心神一颤 都不由自主地心里咯噔一声 纷纷意识到 要出大事 更重要的是眼下带大天师 掌控这支军团的 全是白昊 那是得罪了太多天骄 可以说是与满朝权贵大能 太多直接的接触 可却间接地与所有人 都有些关联的家伙 数日前的血腥一夜 如今还在被魁煌城内 无数人谈论 此仇可以说绝对不小 这就让众人内心思绪念头 翻腾不休 纷纷稀奇时 也都高度警惕起来 白小春也不知道 自己带着那上千黑甲大汉的出行 会在那些权贵心中 掀起多大的风暴 他此刻只是觉得豪情壮志 所过之处 引来无数瞩目 这种感觉 让他陶醉中唏嘘不已 多久了 我虽是大总管 可却手中没有兵权啊 白小春享受般的深吸口气 只觉得自己这一刻 信心强烈到满意 大有一种可以俯视天下的感觉 仰起下巴 在空中看似缓慢 实则极快地向前飞去 他的目标 正是这魁煌城的大牢 这大牢不在中心区域 而是在第49区 白小春带着上千黑甲大汉 一路张扬 就连魁煌城的侍卫 也都远远看到后不敢阻挡 任由白小春带人 直接飞到了49区的大牢门前 这大牢外表看起来 似一条盘绕的巨蟒 入口就是这巨蟒的森森大口 在白小春到来的同时 这大牢的典狱长等人 正急速飞出 看到白小春 以及其身后的上千黑甲后 也都稀奇不断 战战兢兢 拜见监察使 他们已经知晓了 白小春这里 被大天师任命为监察使的事情 此刻一眼就认出 在那众多黑甲中的白小春 赶紧上前 抱拳恭敬一拜 你们认识我 白小春背着手 抬起下巴 淡淡开口 白大人风采无限 声名赫赫 是我被仰望之人 卑职在数月前 曾远远地看过一眼您的无上神资 不知大人来此 所谓何事 卑职若能相助 必定尽力 大牢的典狱长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肚子很大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圆胖 此刻文言 挤出笑容 赶紧开口 至于心中 则是忐忑无比 他不但听说了白小春 被任命为监察使的事情 此刻又看到了那传说中的尸魁血君 想着对方居然第一个就来到了自己这里 心底的不安已到了极致 可对于这不痛不痒的马屁 白小春有些不悦 觉得这家伙没有诚意 不过想起自己如今的身份 他就觉得 与这等小人物计较 有些丢人 于是哼了一声 你无需多问 赵作就是 白小春背着手 大摇大摆地走入大牢 至于那典狱长等人 则是对于白小春的回答 愣了一下 内心更是哆嗦 心跳加速 冷汗流下 可却来不及多想 立刻追上跟随 在这大牢内 白小春虽首次到来 可他曾在巨鬼城黑牢内 做过狱卒 更是第一黑鞭 所以一来此地 闻着那似有些发霉的味道 感受着此地的阴冷 他立刻就有种相似 且熟悉的感觉 我要看你们这里 所有犯人的记录 都给我拿来 在这大牢点狱长的大殿内 白小春坐下后 立刻开口 那点狱长很是紧张 一边擦着汗 一边大声称是 赶紧安排人去把犯人的信息 全部取来 亲自上称给了白小春 白小春板着脸 端着姿态 接过预检后 肃然开口 给我准备一间密室 说完 白小春低头查看预检 点狱长立刻安排下去 将这大牢内 最好的密室安排出来 此刻他心中 只求白小春能赶紧离开 自己能平安 实在是对于 尸魁血君的到来 他的心底压力极大 此人还有这个 还有他这些人 都给我单独提出来 白小春神石 在这玉检上飞速扫过 凭着他在黑牢的经验 他有针对的寻找之后 立刻就锁定了数十人 这些人 大都是与魁皇城的 不同权贵 有着一些关系 平日里 他们被关押在这大牢中 虽深厚的关系 无法短时间 让他们被释放出去 可却享受着 与外界差不了太多的 修行资源 更是在犯人中 也都作威作福 就连狱卒 也都对他们很客气 只是现在 随着白小春的一声令下 那典狱长犹豫了一下 墨狱长还让本监察室 亲自动手 白小春立刻不满了 双眼一瞪 同时身边的黑甲大汉 纷纷散出浓浓的煞气 这煞气 直接将大牢的阴冷冲散 好似化作修罗地狱 典狱长全身颤抖了一下 内心生起无限恐惧 再没有半点的迟疑 立刻安排下去 顿时大牢那一天动乱 所有狱卒都凶神恶煞地 冲向那些 被白小春画出名字之人 你们干什么 我的老主人 可是周天侯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住手 种种低吼 不断回荡 可那些狱卒 一个个此刻炙弱网闻 纷纷表现狠辣 直接镇压 不多时就将这些 被白小春点名之人 都控制起来 按照白小春的吩咐 送到了密室所在之处 在这密室外 这数十人一个个都心惊肉跳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要相互通气时 立刻就被身边的狱卓强行阻止 就在他们静意不定时 突然四周瞬间安静 那些狱卒齐齐向着一个方向 弯腰败剑 这些犯人也赶紧看去 看到了在那里 点狱长一脸鳄鱼的陪伴下 走来的一个青年 这青年俊朗非凡 此刻背着手 下巴微扬 正是白小春 他身后 还有不少黑甲大汉守护 气势射人心魄 本监察使要亲自审问 我喊一个 你们就送来一个 而在本监察使审问的过程中 所有人不得靠近 到了密室前 白小春忍住内心的飞扬得意 神色肃然无比地缓缓说道 顿时那点狱长立即称事 很快的 白小春就点了一个犯人 进了密室中 那些黑甲大汉 立刻环绕密室四周 不允许其他人靠近 点狱长此刻心头惶恐 更有发愁 他到现在 都不知道这白小春 为何第一个要来自己这里 他来此 到底意欲何为点狱长心底不安 正琢磨时 忽然的 那密室内就传来凄厉的惨叫 这惨叫之声 让所有人都面色猛然变化 吸了口气 尤其是那些狱卒众也有编手 此刻一听到这惨叫 顿时睁大了眼 立刻看去 这种惨叫 可不是什么手段都能让人发出的 不但是这些狱卒心惊 其他等候在这里的犯人 一个个也都倒吸了几口凉气 全部内心咯噔一声 至于那点狱长 更是内心狂震 不由地产生了更强了的敬畏感 这惨叫持续了半炖箱的时间后 密室大门从内打开 一个全身颤抖的身影 被直接扔了出来 正是之前被抓进去的那位犯人 他此刻全身不停哆嗦 目光涣散 整个人好似已经崩溃了 下一个 密室内 传来白小纯那平静中 却让所有人都心神一颤的声音 第762集 听说你擅长抄家 白小纯已发了狠 他明白 自己想要报仇 就必须要有证据才可 哪怕这证据不算全面 可总要给大天是一个交代 而想要找证据 他想不到别的办法 甚至也没有人能想到 他会来大佬审问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做过狱卒 也不是所有人都做过成功的编手 也就自然无法明误 在大佬内藏着的秘密之多 足够惊人 大佬对白小纯来说 就是最好的突破口 要知道 当初巨鬼城内三大家族的叛变 之前在这巨鬼城的黑牢中 也都有人说出过 而蛮黄魂羞的特殊 使得搜魂困难 也就加深了这一难度 不过在白小纯的眼中 这难度不存在 他点名的这些犯人 都是证据确凿 已犯下重罪 与不同权贵都有关联 可却因种种意外 却没有被处死之人 时间流逝 随着一个又一个犯人 被抓进去 那惨叫的声音 持续不断 让四周所有人 都心神强烈震动 尤其是那些狱卒中的编手 更是目录惊奇 这位监察使大人是个黑鞭 是了 我想起来了 曾经有传言这白号 心狠手辣 当初在巨鬼城时 就是第一黑鞭 这些编手之间的议论 也传入到了监狱长耳中 他的心神更为颤抖 对于白小纯那里的手段 他虽没有资格与奎煌联系 可他听说过 许多年前的那个七月 尸魁血均下 可不是所有人都有罪 还有不少是被殃及 凄惨无比 想到这里 他身体一颤 看着环绕在密室外的 那些黑甲大汉 他深吸口气 打定主意 不管白小纯什么要求 自己都一定去满足 这数十人的审问 白小纯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可得到的线索却很少 当他走出时 他面色难看 再次拿出预见 这一次 一口气找了上百人 把他们都给我带来 典狱长没有丝毫迟疑 立刻大声称是 安排下去 将这第二波犯人 也都带到此地 一一送去 让白小纯审问 渐渐的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在白小纯这里 沉浸在审问中 想要找出证据去报仇的时候 外界也因白小纯的举动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什么 去了大牢 这白号去那里干什么 不好 他曾在巨鬼城坐过黑边 难道他要从大牢的犯人中 找到他们知晓的秘密 在云雾没有被拨开前 看不到背后的日月 可一旦有一双手去拨弄后 真相很容易就被人看出端倪 此刻 随着不少人知道了 白小纯的去向后 他的目的已经被人猜出 可猜出归猜出 大牢内的秘密 奇妙就妙在 往往里面犯人知道的事情 外面就算是也知道之人 却不认为被人知晓 毕竟若真是外面的人知道 怕是担心之下 也早就灭口了 如此一来 白小纯的审问 在经历了四五批后 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他从一个犯人的口中 问出了一个天猴 曾与大皇子之间 有过一些外人所不知的接触 白小纯立刻神情一阵 这位天猴他有印象 其子嗣似乎与周红关系极为密切 白小纯更是通过监察使得令牌 知道了此人在上一次 关于陈漫瑶以及许珊的谣言里 是帮助周红散播的主谋之一 白小纯黑黑一笑 继续审问 渐渐的 他在这大牢内 一审就是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他几乎将所有认为可疑之人 都审问了一遍 最后还是不太满意 又将那些看似没有什么关联 可却本身犯下重罪的犯人 也都顺便审了 这其中很多都是被 之前一连串犯人 被审讯后的惨状所震慑 基本没用什么手段 就都交代了 毕竟发情单这种战略物资 还是要省着点用的 可没想到 在这最后的审问中 他竟从一个不相关的犯人那里 得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证据 李天盛的父亲 李家的天猴是吧 白小纯眼看抓住了大鱼 立刻狂喜 结束了这一次的审问后 带着振奋 离开密室 大手一挥 就带着一千黑甲 飞出大牢 随着他的走出 这大牢的狱卒们 看向白小纯时 都一脸敬畏 甚至有不少 都目中露出热气 实在是对于白小纯这里的审问与效率 彻底服气了 一副恨不得安前马后的样子 只有那点狱长 算是心底长输了一口气 这半个月 他的压力与日俱增 生怕一个不小心 被牵连进去 宋神一般将白小纯送走 他在重新回到了大牢里后 立刻就选择闭关 心底已经明白 这奎皇城的血雨腥风 怕是快要降临了 白小纯这边 此刻欣喜无比 没有立刻去向李天盛的父亲 与另一位天猴动手 而是直奔皇宫 拜见大天师 敢热啊 哼 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白小纯可不是吃素的 白小纯得意中速度更快 途中琢磨着 自己现在人手不够 于是又给周一新传音 让他来奎皇城 做完这些 白小纯渐渐到了皇宫 到了天师殿前 向着大殿抱拳一拜 抬头时 大声开口 卑职白号 有要事拜见大天师 他话语传出 云层中那条老龙 再次出现 依旧是墓中带着疑惑与好奇 关注白小纯 很快的 大殿的门也缓缓开启 大天师坐在上手的身影 也落在了白小纯的墓中 白小纯调整了下气息 赶紧走入大殿内 高呼起来 大天师卑职性不辱命 已查到了两个天猴 曾经打扰了奎皇清修 白小纯说着 拿出一枚玉剪 递了上去 大天师拿过玉剪 目光一扫后 眯起双眼 大拇指在这玉剪上轻轻妈撒 似在沉吟 白小纯眨着眼 心底琢磨着 不知道大天师 会不会让自己去办了 这个两个家伙 毕竟这证据并不算全面 仔细分析的话 最多也就是略有确定的猜测而已 可白小纯在大牢内的审问后 对于这两个天猴 已经算是极为了解了 他知道这两个家伙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李家从上到下 皆修独工 而这种独工 名叫妇人心 需要在修炼的过程中 不断地采集妇人的心脏 用来修行 很是歹毒的同时 修为越高 需要的妇人心就越多 可以说 整个李家 就是建立在无数的杀戮之中 而那陈家 更是如此 在这奎皇城内 是少有的贩卖生机的家族 所谓生机 实际上 就是他们家族 圈养了无数修仆 这些修仆 都是长城中 被生情的修士 送到这里 工人采集生机 助人疗伤 那些权贵天骄 之所以被白小纯收拾了后 能那么快恢复 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想着这两家的种种劣迹 白小纯偷眼看向大天师 可大天师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白小纯有些着急 不知道这大天师 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渐渐一炷香过去后 大天师的大拇指一顿 这遇见立刻 就成为飞灰 消散在了四周 将李天侯 陈天侯拿下 大天师缓缓开口 声音回荡时 立刻在白小纯的身侧 虚无扭曲 那黑袍身影一步走出 低声一败后 又消失无影 此人的出现 吓了白小纯一跳 而大天师的话语 更是让白小纯 这里内心激动起来 听说你擅长抄家 给你两个时辰的时间 李家与陈家 解决掉 大天师说完 闭上了眼 白小纯抬起头 心脏随着这一句话 加速跳动 只觉得热血涌上心头 想到自己这一次 可以再次带人抄家 收获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 能去报仇 而且还是公报私仇 他就神气起来 觉得这大天师 果然是个好天师啊 于是立刻大声称是 转身飞速走出天师殿 大天师的决定 此刻白小纯也反映过来 这根本就是 大天师的杀鸡警猴 甚至都不需要他 提供什么证据 只要有一丝线索 哪怕是猜测 也都足够了 大天师要杀人 有这么一个果断强悍的靠山 谁还敢惹我 白小纯想到这里 激昂无比 袖子一甩 召唤一千黑甲 直奔李家而去 李天盛 你家白爷也来了 第763集 你知不知罪 白小纯兴致勃勃 带着身后一千黑甲 使魁血君 威风凛凛 从这皇宫内 直接冲出 所过之处 皇宫外的侍卫们 一个个战战兢兢 尤其是看清了 白小纯的模样后 一个个的大气都不敢喘 更不敢阻挡丝毫 实在是这段日子 白小纯被任命为 监察使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的同时 尸魁血君的苏醒 让整个魁皇城 都震动无比 此事也早就扩散开来 传遍整个蛮荒 在白小纯自己 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的名字 就已经在这蛮荒里 都赫赫而起 即便是在通天河区域的 四大源头宗门 也都通过他们所负责的长城 知道了白昊这个生命 确起的魁皇城监察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